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吳宗憲的兒子陸西派 在私人IG烙化放炸彈事件 鬧得滿城風雨 後來他帶著兒子開賠罪記者會 被網友整理出他遜兒的十八金劇 尤其這句被網友推爆 你身上唯一現在一點點的 還有一點亮度 就是因為你是吳宗憲的兒子 貴為綜藝天王的吳宗憲 一舉一動都成為外界焦點 他過去的感情世界 當然也是備受矚目 我只收集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回憶 2003年一週刊遲集 吳宗憲與緋文女友Candy 和朋友們一起去PUB 據了解吳宗憲是Candy的初戀情人 Candy的閨蜜曾向一週刊爆料 她與吳宗憲交往十年 卻常有衝突分合不斷 2001年 吳宗憲更因為 與Candy扭打而鬧上警局 手舉起來 但是還沒有打下去過 就已經被穿了 然後就是有一陣的推進 2004年 Candy正式從吳宗憲的感情世界中登出 放下Candy之後 接著登場的新歡是 乳溝妹 某天一週刊直擊 乳溝妹挽著憲哥的手 從前櫃走出來 兩人就像吸體一樣黏在一起 之後再搭上計程車 回到憲哥的家 做什麼呢 就請各位自行腦補啦 宋欣妮小姐 琴琴姐那天妳有空嗎 對 時間再來到2007年 吳宗憲身邊多了 新鮮嫂宋欣妮 感情很好的兩個人 工作之餘也常常在一起 問我說對欣妮有沒有感覺 我說很有感覺 但是又沒有感覺的 一個朋友怎麼說 嗯哼 當年的某天 一週刊就拍到 吳宗憲和宋欣妮 進入一棟大樓 到凌晨兩點 都不見兩人蹤影 過了三天之後 一週刊再直擊 宋欣妮搭計程車 來到一間名宅 跟吳宗憲碰面 兩人相處了大概十小時 直到隔天早上五點多 兩人才一起下樓 從電梯出來 幾天後一週刊又直擊 宋欣妮跟吳宗憲深夜談心 兩人持續曖昧到2010年 當年3月 傳出宋欣妮和當時的髮廊男友Andy 爆出劈腿風波 宋欣妮就在那樣的夜晚 跟吳宗憲一路夜聊到凌晨3點半 然後在一起走進某大樓 待了兩個小時後才出來 2011年11月 一週刊再度直擊 吳宗憲造訪宋欣妮的新家 一待就又是兩個半小時耶 但就在隔年之後 吳宗憲的身邊又出現了 新的飛聞對象程小姐 但宋欣妮竟然在微博上嗆對方 可以麻煩把你身邊的那個小姐看好嗎 於是吳宗憲跟宋欣妮減情漸遠 昔日情愫也煙消雲散 氣了 氣了 早有家世的吳宗憲 雖然有著不少風流運勢 但這些紅粉之己 在憲哥的嘴裡都只是朋友 如果說我有變壞 那也是演藝圈裡面花花世界